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防員的工作充滿挑戰性 每每一有意外發生 他們都要第一時間到達現場 進行救火救人的工作 究竟怎樣才能成為消防員 他們有怎樣看自己的工作 今集千秒千尋一一為你們介紹 消防講求體能和團隊精神 千萬不要太自我 在母屋區的大火裡 不時有石油氣股的爆炸 在那個過程上來說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把某些導演員存在 一旦課程完結 要離開 更有些不捨得 起初覺得教官是一個很嚴格的人 不可以盡量少見 但最後發覺原來他跟一位父親差不多 就像當我們是兒女一樣 和紅紅烈火座近距離接觸 是他們克服恐懼的第一課 一班消防學員和教官 在這個最高可以去到600多度的倉庫裡 感受無情火的威力 還有陣陣的濃煙 由於溫度太高 我們都不可以長時間逗留在裡面拍攝 這個訓練我們不是經常可以見到 但一班消防學員 在訓練和將來的工作裡 就要隨時隨地面對此情此境 這種室內煙火特性訓練 更多的時候 是要處於密閉的環境裡進行 令消防員熟習火牆的環境 想像不到 從未見過那種景象 辛苦嗎 很熱 可以接受 訓練完畢 終於可以抹低 又重又厚的裝備 在幾百度的高溫環境 逗留了近20分鐘 要飲水補充一下 也要淋水降溫 教官邝sir向學員講解要注意的地方 學員都很留心聽 邝sir分享經驗 因為他們的經驗不多 邝sir28年的實戰經驗 對他們來說十分之有用 較前期的時間 例如沒有屋區的大火 在沒有屋區的大火裡 不時有石油氣股的爆炸 在那個過程上來說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其實我們消防員 也能夠堅持 直到最後把火灸熟 這個是比較深刻一點 比較難忘一點 做消防員和治安警一樣 首先都要投考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相關的投考情況 現在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投考人需要通過一系列的體能測試 包括跑步、仰臥起坐、引體上升等 好像男性的投考人 要在兩分鐘內做到最少35至55次的仰臥起坐 女生就要做到25至40次 而80米計時跑 男生最低的要求 是要在11.1至12秒內完成 女生就要在13.1至14秒內跑完 其他招收學員的情況 可以留意澳門保安部隊的網站 消防員救火時候所穿的叫做保護衣 用混合物料造成 有抗熱、抗燃的特性 而他們背著的裝備叫做呼吸輔助器 可以供應壓縮空氣達到35分鐘 多保護衛電視 警告 by bwd6